有朋友就問5號能否追跌 5號匯控 剛才也回答金融股 現在跌1% 其實走勢都是差不多 現在來講 都是一樣你看多兩天 讓它在這些位置做到底出來 整體上來講 其實這些都不是一個很高增長的行業 只不過5號其實這一陣子就是炒虧損收窄 還有開始有個壞的情況已過 然後都是去想派息方面 加上前排炒加息 就開始炒了一陣子 這個就是 都可以講一下這個技術走勢上的東西 超賣沒有追 又等回才追 這樣就是 你先回才追 你要看回的力度 如果這個回得來 其實是偏深一點的 偏深一點就要看它現在來到這些位置 是不是可以打到底 就算了 謝謝大家 我真的知道 我們就知道 這次的一個叫做 我們要飛駛嗎 其進步 我們要關系 我們要說 那一個一個 就是 幫你 我們要去做什麼 我們就要做什麼 然後 我們要去做什麼 感谢观看